哈喽大家好 我是Nikki带你飞 在我昨天的影片有提到比特币的方向 那比特币和以太币跌破了很重要的支撑线 接下来继续的下跌 挑战这个天图的上升邪行 也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上涨趋势线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这个走势 好来到比特币天图啊 我在昨天的影片呢 有提到了比特币一直没有突破的这个阻力位置 你看 而且都是收什么的上影线哦 所以也就代表了在这一个位置哦 出现了什么呢 出现了这个卖压就是买盘都是在这个位置 好那现在很关键了 为什么很关键呢 你看这里这个位置 现在比特币正在挑战这个位置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 只要是跌破 那他接下来呢 将会继续的下跌 那继续下跌 大家可以参考什么位置 那我们从底部拉到顶部 那你可以留意的是什么呢 0.382 0.5和0.618这一些 所以很有可能接下来的比特币呢 你可以去留意 会不会下跌到这些位置 就继续的上涨了啊 有这个可能性啊 所以也就是说他在这一段时间内啊 这个上涨的一个走势呢 接下来将会出现这个回调 那其实我觉得回调是很好的 与其你去追多 倒不如你等他回调 找机会再做多啊 我在昨天影片也有提到 他有可能会走这个比较大的一个箱体震荡 也有可能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去留意的 那在这里呢 你可以打开Yammer Ribbon 那Yammer Ribbon要去留意的位置就是这个 这个Yammer Ribbon底部的位置呢 是在23198 我们要看他会不会跌破 要是他跌破收盘在下方的话呢 继续下跌的可能性是非常大 因为你可以看到 他都是在这个位置获得支撑的 所以我们要看他能不能在这里获得支撑 好那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再打开Yammer Ribbon和 Ribbon 你看也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非常关键的 那目前Yammer Ribbon的位置是在这里 23487这个位置 我们来到比特币四个小时图 那大家要去留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趋势线的位置了 那比特币现在正位于这个位置 非常的关键 那我在昨天的影片有提到 没有突破没有突破没有突破 就是多头努力没有结果失败了 那在这个位置呢 基本上就是可以去做空的 这一个位置呢 是我昨天影片呢 有提到一个很好去做空的一个位置 就是0.618 也就是很重要的你看 真的很重要的支撑主力位置来的 看这里这里这个位置还有就是这里 昨天其实他都有给大家机会哦 那我们去一个小时图 他有给大家什么机会呢 你看他其实在昨天呢 他都下跌后有一直不断的在这个位置呢 去测试 有去测试测试了还是一样没有突破 这个0.618 然后接下来呢就继续的下跌 那在这个位置我们需要去注意什么呢 好现在呢其实你可以画上这个下行通道 在这里这个位置 好你看画上这个下行通道之后呢 那你就很清晰了啊 现在呢他其实就已经是到了这个下行通道的支撑位置 就是在这里目前在这里也刚好就是在趋势线哦 看到吗 所以现在如果说接下来的比特币哦 他要是可以这样的去走然后突破 那接下来呢他将会再一次的挑战 这个阻力位哦 那如果你要用Fibonacci去看的话 就从顶部拉到底部啊 目前的底部是在这个位置嘛 获得支撑的那你就要去留意了啊 如果他突破后这些都是很关键的阻力位 可以去注意的如果你有在这一个位置 就是在他突破之后呢有去接躲 那目前呢我是还没有看到一个很好做多的一个信号 因为你看他整体的走势呢都没有突破前高 所以会不会继续的往下砸下去呢 大家就要去留意了 目前的这个位置为什么会获得支撑呢 来我们看这里 好这一个位置获得支撑肯定也是有它的原因的 你看在这里这个位置获得支撑是因为这里 之前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位置测试了两次 那如果他再次的测试呢就是第三次的测试了 所以他只要是跌破这个支撑位置 接下来回踩继续下跌的可能性呢是非常大 到了这个支撑先呢是还蛮强势的 主要就是看他能不能突破前高跟这个下行通道的位置了 好所以比特币呢要去留意的目前就是这个支撑 还有就是这个主力位置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户口可以使用 这个支撑区域也就是在前期这样的一个位置 要去留意的啊如果他没有跌破的话 他有可能在这里获得支撑呢 接下来继续的上涨 那其实在于周图你看回我昨天的影片有提到 他是周图很重要的一个支撑位置 那接下来如果说他在这里获得支撑 也就是在周图的突破后的一个回踩 接下来继续的上涨 所以当他跌破之后呢 大家一定要把空单在这个位置呢去拿部分的盈利 好我们现在来看以太币4个小时突兀 那在之前一直没有突破的一个位置就是在这个位置 昨天影片也有提到的那现在很关键哦 为什么很关键呢 这个位置也是一直没有跌破的位置 那其实呢之前他是在这里形成一个箱体震荡 看到吗在这里一个箱体震荡 那现在呢都还是一样的一个箱体震荡 如果说接下来他的这个走势呢 是往下跌破的话呢 接下来将会继续的下跌那空单可以继续的拿着 如果说他是在这里震荡后跟这里是一样的 你看震荡后突破的话那将会再次挑战 而以太币呢也是一样的大家要去留意这个 如果说他在这里震荡后突破 那接下来他还是会继续的挑战 或者是挑战这个上升邪行的阻力线 所以我们要去注意 现在的空单依然可以拿着 就是因为他都一直没有突破这个很重要的阻力位 这个很重要的阻力位呢 是在1915到1930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去留意这个位置 所以只要没有突破呢 空单都可以继续的拿着 突破你的空单就要止损离场了 好那我们要去留意就是如果他接下来跌破 回踩继续的下跌呢 那就要留意这个1700的这个位置 那我的比特币和以太币分析就到这里了 这些都不是投资建议只是作为参考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拜拜